OK,那这个问卷调查部分的话 如果做完之后,有做完跟没做完,其实差异太大了 尤其是你要做那个枢纽分析表的时候 如果假设你没有把资料做转换 那当然,枢纽分析表就没有办法帮你做一些统计分析 所以其实在枢纽分析表应用里面的话 最重要还是要先把资料先查完 所以如果你假设你要使用Excel里面的相关功能 或者像Power BI也是一样 如果你假设没有办法先把资料做前置处理的话 那你直接把资料丢给那个就是像 那个枢纽分析表也好,或是Power BI也好 那就没办法帮你跑出你要的结果 那怎么办呢?当然你还是需要先转 像我们刚刚转换,转换的方式有很多啦 如果你只会View函数的话,你要做14次 但是如果你会定义名称加上Indirect的话 你只需要做一次,向右向下就OK了 那你做完之后的话,你就可以马上做什么呢? 插入这边有一个枢纽分析表 比如说我们假设后面假设我们延伸性的 你可以在云端白板里面看到这个我们的解答 解答部分的话,其实当然呢 甚至你可以做把它改写成VBA 或者是说用聚集录制都可以 那当然你就可以一次全部更快了 那不过已经很快了,向右向下资料就出来了 那如果说,如果我希望完成底下的相关问题 包含怎么样?我想要知道就是说 到底这个问卷里面 这个性别、年龄、教育程度、月收入等等的占比 如果我希望帮我显示成报表 然后并且用那个最好视觉化 用图的方式让我知道一下 那个图如果要显示占比的话 那最好是用什么?用那个圆形图可能会更恰当 所以呢,如果我要完成这件事情的话 那以前怎么办? 如果你假设你不会用对的方法的话 那当然很浪费时间 可是如果你会,比如说我希望统计性别好了 性别、年龄等等 比如说我们简单来,你会发现插入 准备分析表,一按确定 范围是对的 那因为已经转换好了 所以你直接把什么?把那个性别拖拉到列 然后呢,把什么呢? 再把性别再拖拉到值 等于两次 那你可以看到呢,这边人数就出来 总共150个,男生88,女生62 那如果你想看占比的话 最简单的方法用图 就是在拖拉下来之后的话 性别、性别 然后呢,再来其实就是什么 再来其实就是利用 性别、然后性别 出现这个 枢纽分析图 如果我要把它图像化的话 那就枢纽分析图 图里面的话呢 其实当然数量 可以用直条图 但如果是比例上的话 我可以用圆形图 圆形图的话呢 直接按确定就可以了 那当然呢 如果我想要让 那个圆形图更清楚的话 那其实我是建议 上面可以显示图缩文字 按右键,里面新增一个标签 因为如果说你看 这边的图例 虽然也清楚 可是毕竟没有那么直觉 最好还是上面多加标签 那标签最清楚的话 其实还是建议用 新增 这个资料的图缩文字 不过跟各位讲 这个功能是在 Excel的2013以后的版本才有 所以如果你假设 不是2013新的版本 那你可能只能用资料标 资料标签又相对比较麻烦 你可以按右键 新增标签 新增图缩文字 你会发现男生女生的比例 马上就显示出来 甚至呢 这个图还可以炸开 炸开的话 先点一下是选图 再点一下是选你要炸开的方法 比如说我要把男生再拉开一点点 那你就往外拉 OK 它就分开来了 那这样的话比例就很清楚了 那这个的话你就可以把它改成什么 性别 比如说这个标题改成什么 性别 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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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然后你可以把这个 这个分析结果 再多增加一个 就是一个工作表 这样就很清楚了 然后 再来的话当然 其他你甚至还可以怎么样 再针对这个 比如说 再来自己去统计 我刚刚性别 年龄 教育程度 职业 等等的 这个都一样 所以 我就不再demo 你们可以自己再怎么样 把这边再增加一个看看 比如说 如果 可以另外再产生一个 或者你可以直接拿这个 比如说我要针对教育程度 教育程度到列 教育程度到值 又出现了 马上就出来了 那一样的方法按右键 你可以新增标签 新增图说物 马上出 这占比最多好像是大专 所以再点一下 把大专 点一下全部 再点这一块 把它往外拉 这样子就可以马上分裂 那这边的话就可以改成什么 改成教育程度比例图 OK 你会发现 统计相关资料 其实就会蛮简单的 另外当然你 假设你说 老师我统计的可能条件更多的话 怎么办 没关系 你可以哪一种的设计类杂志 你就是跟刚刚一样 那个最受欢迎的杂志 购买设计的主要考量因素 上面也有 然后最后一个不同年龄层 年龄 会购买哪一种的设计类杂志 有没有差异 所以是两个条件 一个条件是什么 一个条件是 假设这个把它删掉 然后一个条件是年龄 所以你可以把这边年龄怎么样 一个年龄 然后一个是哪一类的第二个条件 年龄 第二个条件的话 如果是设计类杂志 所以这边有没有一个设计类 购买哪一种设计类杂志 应该有一个 在这里 最常购买哪一类的 那你可以把它放在栏 有没有 主要条件在列 次要条件可以在栏 然后再把什么呢 再把年龄放在值 那你会发现这个地方 它就跑出他们之间的关系图 甚至如果你想要统计 比如说我想要再 我只要看那个什么 就是30岁以上的 那你可以把这个点一下 只留下30岁以上的 这两个 然后呢 蓝的标签 甚至可以什么 我不要全部 我只要看多媒体 跟看什么建筑 还有广告 这三个好了 那就可以马上看到 甚至你也可以怎么样 再马上利用这个 去绘制什么 绘制枢纽分析图 OK 那你甚至可以怎么样 看是要直条图也好 折线图可能比较不适合 比例图的话 应该不止一个比例 所以不太适合 那这边的话呢 建议是用什么 这边有一个 蛮常会用到就是 所谓的百分比的堆叠直条图 它除了有数量之外 还有比例 那你要按确定的话 你可以看到 这个地方的话 它就可以从这个地方 显示年龄跟设计类杂志之间的关系 有没有 马上就应不了了 你会发现 31岁到45岁 广告设计类的最多 一看就知道了 有没有 可是46岁以上的话 反而广告设计的变少很多 最多的还是建筑物设计 所以你会发现 这个在绘制图里面的话 很快就可以有一个结果出来了 所以其实枢纽分析表跟枢纽分析图真的非常非常好用 因为它真的很快可以让你的资料很快变成图像化 但是它有一个前提 就是说你的资料一定要先查好 所以刚刚一般当然的 如果你从外部取得资料 像ERP或者是说网路来的资料 或者厂商给你的资料 一般叫RAWDATA 原始资料 原始资料绝对不可能乖乖的都帮你整理好了 所以其实我后来发现 花最多时间的 还是在整理资料上面的部分 那当然如果你要用枢纽分析图的话 一定要先把资料先做好 所以请各位先试试看 就是说后面这个有关枢纽分析图 枢纽分析表 我倒还是觉得这个真的蛮容易的 而且都蛮直觉的 滑鼠一拉结果就有了 如果你不会没关系 说真的多试几次 一定也可以试出你要的结果 反而是前面的那个函数 聚集VBA 这也没办法乱试 再怎么试也试不出来 所以相对的还是比较困难一些些 底下的话当然有一些 就是一些练习 不过就是请各位 自行再去观看一下 云端白板上面的解答 那我这边有提到 甚至底下有一个练习题 比如说想要做出类似像 像这样的一个图 最后做出类似像这样的一个 一个结果的题目 就是说最常购买的那个杂志报表 最后如果想要看到这个 类似像这样 就是最常购买哪一类杂志 跟年龄之间的关系 那如果说我想要把它整个呈现出来 并且可以画框线 然后这个纵轴、横轴的字 我希望能够把它垂直分布的话 找一下功能应该可以找得到 其他还有相关练习 比如说像这个性别跟学历 买的杂志有没有差异 还有呢 就是学历越高跟收入越高 喜欢的设计的杂志有没有不一样 那当然你其实如果你有data的话 其实很快都可以把结果分析出来 这真的是还蛮方便的 尤其是说你要找出那个潜在的客户的话 真的还蛮方便的 如果你有data的话 很快就可以做一些 各式的分析 其他的话有职业购买分析 类似像这些 那请各位先试试看好了 那这一题的话 我们就先到这里 那待会的话呢 我们再来看其他练习题 ok 然后把画面先停止共用一下 根本